本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81年我失节往生 让我很痛苦 后来就看到一本普门评 我才知道说这是英语国报 后来再次听到上名的话开始 我们在这一生要好好跟大家结好人 去帮助一些人生我们尽量去做 来生才有好的果报 听到这样就能够去放下示怀 我是从我们慈祭83年开始做黄堡 每个礼拜去做三天 去到真的华宝站 看到一些老菩萨他们也都来了 看到了就很欢喜 跟大家打招呼 还有见到一位老菩萨他八十几岁 走出来都小岁目的站在坐 他也是每天的来 他很认真的在讲或在诗 看到他这么精进 真的我一直想说 自己不能现代 镇的黄堡站 要连线新华乡 那我就想说 早上四点就要开门 听到这么厚 这个南粽来开 比较更安全 我来开门的时候 他都阿玛阿玛就先把电话打开 在那儿肚子说没有很多钱 去修扫一下 就开始布地拜殿 从新华乡以后 更知道自己的修养不过 在做人做事 我们更可以特别地去注意 我们所作所为 更知道说要好好地休闲 跟大家结好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